作为现在的顶流男团 防弹少年团在全球的影响力有目共睹 是无前例的空降美国Bill Broder单曲排行榜冠军 海内外人气居高不下 让防弹少年团成为目前最吃手可热的品牌合作对象 2021年 启用防弹少年团作为形象代言人的各家企业 大概都在心里笑开花了吧 今年防弹少年团成为口香糖 饮料 冰激凌 咖啡 运动产品 按摩椅 免税店 手机 银行等多个品牌的形象代言人 其中亦有7名成员招聘的某维他命品牌 销售额高达488亿韩元 他们代言的按摩椅 总销量突破650亿 为企业带来相当可观的效果 因此 即便防弹少年团是目前广告界身价最高的团体 各大企业依旧愿意请他们代言 毕竟 比起为企业带来的可观效益 付给他们的代言费 真的只是九牛一毛 据悉 防弹少年团目前的广告代言费 为一年50亿韩元 但因为他们强大的影响力和带货能力 最大的社会公司AM社 曾给出过100亿韩元的超高价 不过因为近年来受疫情影响 防弹少年团体谅各大企业经营不易 签约时会自降20%的身价 这个行为也赢得所有合作企业的赞美 让邀请防弹少年团担任担言人的企业直呼 担言费付的太值了 据还没爆料 仅2021年这一年 防弹少年团的担言费就狂烂620亿 是广告界绝对的C位 那么多的代言里 大家最喜欢防弹少年团的哪支广告呢 欢迎留言爱到韩瑜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瑜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